大家好,现在开始咱们今天的每日一聊,聊聊这边的奇分一试 大家看看,我这又加了一个新武器 看看效果怎么样,花重金买了一个麦克风 因为原来用的是电脑的录音 所以感觉有背景,有噪音 所以效果可能不太好 这次我买这么一个,我想提高音质 效果会好一点,我希望是这样 大家看看听听反应怎么样 如果好,咱们就保留不好,我再退货 好,咱们提归正转,现在聊聊世界杯 两场比赛刚过,韩国2比1赢了菩萨牙 另外一场呢,加纳和乌拉圭,2比0赢了加纳 这个剧本跟昨天是一模一样 昨天呢,是日本跟西班牙 日本赢了他就可以出现 西班牙本身也已经出现了,所以他用一些替补 日本最后2比1反超 今天韩国也是,菩萨牙上来也是1比0领先 到下半场,韩国又进一个打成1比1 最后有到90分钟的时候,延长期了 韩国又一个,又进了一个 这个球呢,是典型的快速反击 孙一鸣利用他的速度,利用他的经验 菩萨牙后卫堵他的时候,他把球翻出来了 这个球有点像当时马拉多纳赢世界杯的时候 那个球也是,几个人对着他,堵他的时候 他从人分中中传出来了 阿根廷最后得了冠军,赢了 今天那场呢,一模一样 最后呢,韩国是反超,2比1 虽然乌拉圭最后也是2比0赢了 但是他进手球比韩国少 最后被淘汰,击分是一样 所以韩国这场球打的今天是 跟日本是一模一样 在劣势的情况下 一开始就满场的飞跑飞奔 然后抢断说非常的勇 从技术来讲,昨天是西班牙 今天是菩萨牙 这两个人就都是顶级的球队 尤其这个今天菩萨牙有C罗 所以整体上来讲 在韩国的高,比韩国高两个党 甚至三个党 但是呢,韩国不去哪 用自个的这不停的奔跑 来弥补技术上的不足 最后获胜了 韩国呢,他这个问题 其实上一场韩国已经出现这个问题 你看他满场跑满场飞 确实打得非常猛 他就是缺的这个中场 缺乏这个节奏 说缺乏顶级的中场 调整一下这个整体的节奏 在中间的中场呢 倒倒脚翻份球 但是呢,就这种打法 这个冲撞啊,这个冲吊啊 你看那天跟加拿大 奏效,确实奏效 所以今天呢,又是这个 打快速换机 虽然说我记不如你 技术上不行 但是我有这个体力 有这个精神面貌 求胜欲望强 最后是升了 所以这场球打的是 非常激烈 另外呢,乌拉圭跟加拿这场球 乌拉圭打的 今天也是让面貌焕然一新 我没有想到今天 乌拉圭打的这么好 前两场都是昏昏欲睡的 就是老太隆重的感觉 虽然说,他这个 有一些年轻的 像巴尔维德啊 努涅斯啊 这些年轻队员是不错 但是整体上 乌拉圭打的就是 这个昏昏欲睡的 尤其今天又让这个 苏亚雷斯上了 苏亚雷斯年龄也大了 而且今天苏亚雷斯这一届 他这个体型完全就发了 有点跟阿塔尔的 一看他胖 胖,跑都跑不动了 C洛人也三十多岁 但是C洛你看他身体保质的 还非常好 他眼看着干招鸡 那球完全追 他自个人使劲 就是底下倒得不快了 本身苏亚雷斯就不是 以速度擅长的队员 所以他今天就加更点 当然第二个球还是他传的 10号给打进的 但是不管怎么样 苏亚雷斯还是老了 卡瓦尼也老了 所以但是呢 今天这场球打的又焕然一新 整个压着加拿大 就加拿一点机会都没有 原来咱们说过 非洲的球队 他是打个人 他不是打整体 所以非洲的有些队员 这个技术非常非常好 如果他要能融合到欧洲的这个风格的话 他将来这个非洲是非常有前途的 就跟这个巴西似的 巴西的桑吧 他完全是个人技术 看起来非常流畅 非常美 但是呢 整体差 但是现在我说的是过去的巴西的风格 现在巴西完全融 他把这个欧洲的也都融合在一起了 所以看起来就更整体化 更有艺术性 踢得更赏心悦目 所以现在呢 这个球呢 看的是越来越好 越来越进入状态 这种感觉 刚才这两场球 我觉得是非常不错的 完全的剧本跟昨天的是一样 但是最后也不管怎么样 亚洲队现在已经出现了三个了 澳大利亚 日本 韩国 应该说是超俄完成热物了 就是沙特没有出现 当然强着还有伊朗 但是不管怎么样 亚洲的球队现在也是在逐步的进步 整体水平还是要低一点 跟其他州比 但是现在一定会在慢慢的赶上 尤其是日本 日本这个队 它技术非常的细密 如果韩国要拿再补充点 细腻的一个技术的话 韩国能走得更远 当然从数据来看 你韩国控球才39% 葡萄牙61 但是射门双方都13 射政呢 而且都是6比6 就看出来 韩国的求胜欲望 一点不比葡萄牙差 所以如果技术差一点 你看那控球率就能看出来 技术差一点 但是我一点不输你 他传球数也是 358对575 将近一半了 所以整体上来讲 韩国打的还是不错的 未来还是有很有希望的 小组赛 小组赛第三轮最后的两场比赛 巴西和卡美龙 瑞士和塞尔维亚 全都结束了 卡美龙以1比0 胜了巴西 这事又是一个新剧本 跟昨天一样 和今上午韩国这一样 本来大家都觉得 巴西轻松能拿下比赛 我也觉得应该是这样 结果一直巴西不进球 到最后90分钟的时候 马上进入延长期了 三个后卫 巴西后卫都没有试卫 三个中后卫都没有试卫 但是他缠的位置 传的也准 一下就投球进去了 卡美龙1比0领先 一趴的是 这个队上太兴奋了 脱了衣服庆祝 他一定有一个黄牌了 足连有规定的 只要你脱衣服庆祝 是有黄牌 不管你什么样 黄牌 所以 所以这个裁判 乐乐呵呵的 过去 跑过去 跟他举着牌 拿着牌 手里还跟他说说 乐的跟他说 哎呀对不起了 你清楚我得跟你黄牌 跟着又掏出一个黄牌 两 就两黄变一红 下去 被罚下去 大家知道 这个红牌要被罚下去 就是停赛役 他两个黄牌变一红 是停赛役 如果要是直接罚 也要停赛三场 停赛两场 所以他非常非常的被动 等于你兴奋了 是 你要能进去下一堂 高兴了 如果能进去下一堂 他就还能踢啊 这个你就不能踢了 当然万幸的是 瑞士 三比二赢了塞尔维亚 如果瑞士呢 卡美龙多 卡美龙被淘汰 其实呢 巴西呢 也有这个问题 巴西如果说瑞士 对 如果要再多进 一个球两球 那巴西都保不住了 因为他们都是六分 他第一名都保不住了 他都是六分 所以这个巴西也是玩火呀 玩瞎了 今年真的是奇葩的事太多了 西班牙和今上午的这个葡萄牙 这都是玩火 都是出现了以后的派这个地步 结果全输了 今天巴西又输了 所以今年的世界飞确实跟往年不一样 你说我用往年的规矩讲 没办法讲 一开始做这个世界飞节目的时候 咱们就谈到这个问题了 因为今天冬天是比赛 就是没有过 在我印象 在我记忆当中 我这几十年记忆当中 没有过世界飞的冬天比赛 都是夏季 所以他大家运动员的 他都有一个月的时间 因为联赛差不多五月下旬 完 他这个世界飞的一般都是在 六月底 七月初的比赛 所以有时间 差不多一个月时间 准备训练啊 练演习战术啊 养伤啊 调整精神状态 这个直接在联赛比赛了 三天以后就到这来比赛了 所以根本就没有转息的时间 战术也没有 都谈不上 所以这个呢 也给教练一个难度 你就没有机会调整队员 你说战术也好 你说选队也好 全会凭经验 而且这些队员就平民场发挥了 这次整个比赛的成绩都乱的套 强队也不是特别强 弱队不是特别弱 原因就在这了 他这个龟 他这个整体的这个时间啊 没有保证 所以这个运动员的身体的机能 再加上他这个精神疲惫 再加上教练没有时间去排兵 布阵训练战法 再一个就是没有更有多的时间去考察队员 基本就是摸的石头过河 大家上场比赛 就凭自己的经验了 所以你看这几场都是这种比赛 自从1998年 世界杯小鼠赛第三场 以1.2输给挪威以后 这是六届世界杯 今年第一次小鼠输出 这年980818 2024年了 这才输了一次 所以也算不错了 巴西确实是水平上 那没什么说的 大家世界公认的 能形成自己的状态 这是很难得的 所以今天整体的控制来讲 控制控球率 卡米龙56 巴西65 射门次数呢 卡米龙74 巴西21 射赠呢 卡米龙是34 巴西是74 传球成功率呢 卡米龙77 77% 巴西88% 相差的不是很大 而瑞士最后也 当然那场球 瑞士最后笑到了最后 阿西跟瑞士 这小鼠出现了 上半区呢 是红南和美国 阿根廷和澳大利亚 日本和克罗地亚 巴西和韩国 这个亚洲队全都在 亚洲队出现的三部队 全在上面去 这也是挺奇葩的 下半区呢 是英格兰和塞尔维亚 法国和波兰 摩洛格和西班牙 葡萄牙和瑞士 明天的这个两场比赛呢 一个就是荷兰和美国 还有一个阿根廷澳大利亚 不出意外的话 荷兰和阿根廷是出现 我想啊 因为现在是正式的进入淘汰赛了 我想这些队不会再大意了 像阿根廷和荷兰呢 肯定都是稳达稳达的 应该是能明天 从实际上来讲 这两个队明显的在那两个队之上 应该是轻松能拿下比赛了 当然最后是不是啊 看看澳大利亚是不是 还能再造出点奇迹来 这个咱们拭目以待 但是我想阿根廷不会再给他这机会了 至于美国跟荷兰 我觉得美国的水平是挑战不了荷兰的 所以咱们看看明天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样 好那今天咱们就聊到这 谢谢大家 希望大家帮我点赞 订阅评论 转发 咱们下期见 咱们下期见